说完苹果,咱们再来说一种吃的东西 这是一种小吃叫做切糕 就是那种厚厚的糕点 上面铺满了比如说花生,核桃仁,葡萄干等等 通常您要多少,这个摊煮就给您切多少 味道很是香甜 不过要是您不幸买到了下面这种切糕 那麻烦可就大了 这是11月19日记者在维方市长途客运站门口看到的情景 中午时分,在售票厅门口聚集了五六个外地人打扮的商贩 再向过往的路人推销他们车上的糕点 虽然是中午吃饭的时间,过路的人比较少 但是记者在车站上方的宾馆观察了十分钟 就发现了几位购买这种糕点的过路人 而宾馆老板和车站的工作人员 对这里存在的这种卖糕点的现象都很了解 那我来上班八点,他就在这儿了 下午他们 下午我总知道他们的,五点半 他在这儿多长时间了,这一年 一年多了 现在他有两种情况 他发现这种,他就是不购送你多少钱 这种卖是一般的,他说就是五块钱 你买了一份,刚才一两五块钱 对,刚才说一两五块钱 相信这种,他比较 咱那种人一样,我先买 他说好了,就是五块钱一两 但是你想不到,他比重太大了 现在想不到,这么一块就是好几斤 这么一块就四五斤,好几块钱就行 他还一般最多卖到一千块钱 就是往后的时候,当当的那是多 你不买就买,你自己必须买 切下来了,他就吆喝 他朝着你使劲哄啊 先把你震住,先把你吓住 你要被他吓住了,那给瓜瓜掏钱 你走人 正当宾馆老板给记者说 其中猫腻的时候 有一位过路的男子来买糕点了 画面中我们能看到,按照这位男士的意思 商贩给他切下了一块糕点 能看得出,糕点密度不小 好几位商贩一起才切了下来 而称重之后,争执出现了 从传来的声音分析,双方应该是因为这块糕点的价格产生了争执 这时,其他几个摊上的商贩也围了过来 经过讨价还价 商贩把这块糕点又切下了一半 算是让步 而就是这一半也花了这位男子二百多元 看景景,这些商贩气眼相当嚣张 为了近距离体验一下 他们到底是怎么销售这种糕点的 记者随后来到一家摊钱 记者说就想要一点先尝尝 能不能让商家帮着切一二两 这个要求被这位商贩拒绝了 记者要了很小的一块 商贩把它切了下来 这些食物有空白色的 那么多都要不知 让些人要在谢谢 你们不知道 什么 租赛 自己 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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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记者拿着切下来的这块糕点 来到旁边的小卖店 想称一下重量 这时商贩递给记者一张纸 上面写着切下来必须买不能退 记者只好交了25元才算了事 而随后记者观察到 从下午2点多到5点半 仍然有不少路过的市民 被买卖这种糕点 而夜幕降临之后 刚才那位商贩号称一车3万多的糕点 都被放在了车站外面 无人看管 您看这哪里是切糕呀 这简直就是宰人的小刀 事后我们也向当地的相关部门 反映了我们遇到的情况 希望他们能够规范管理车站周边的环境 要是您遇到这种情况 可得提高警惕了 以免发声就会